前文在族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打完鬼魂陣得勝之後幾日 穆鬼英派楊宗寶和杜金娥去打青龍陣 楊宗寶、杜金娥點齊人馬出了營寨 在路上楊宗寶問杜金娥 七嬸娘,你知不知道打這個陣 我哪兒認識,你認識的 我都不認識,全靠七嬸娘你 什麼?北魁英沒有告訴你怎麼破陣嗎? 他講講講,我沒有留心聽 我只記得過山洞一直走 於是楊宗寶、杜金娥帶著人馬進入飛虎域 過了山洞,前面是一片空地 野草半個人那麼高,一片荒涼 因為上次他們兩個都沒有出來打陣門 就不知道哪裡是青龍陣 只見遠遠幾里之外 各個山頭上面都有大棋樹在那裡 因為來得遠,看不清楚 他們又一直走 越走,地勢越高 走成七八里路了 看到眼前兩面高山夾著中間一條山溝 山溝都很闊,有兩三里 曲曲彎彎 你如果站在山頭看下來 就拾了一條龍攤在地上 山溝裡怪石成堆 灌木重生 兩面的樹林馬黑密,可以埋伏兵馬 半山腰,有兩面豆青色的大棋 收著黃金色的飛虎上面寫著青龍陣 楊宗寶想,啊,貴英就叫我來打這個陣 哎呀呀呀,我怎麼明白陣裡面的奧妙 他站在那裡不敢進去 轉頭看看杜金鵝 意思就是說,青龍陣就找到了 我們進不進去 他們正在那裡猶豫之間 突然一支響在裡面對著楊宗寶射過來 楊宗寶連王捕在馬鞍上面 還剛剛捕下 只響箭過來,在頭頂飛了過去 跟著,在裡面衝出一匹箭馬 馬上一,袁老將 大約五十出頭,中等身材 體格粗壯,面色鐵青,黃頭髮,黃眼眉,黃鬍鬍 頭戴青銅盔,身披青銅甲,二戴金環,首提束鷹大撼刀 一出來就掛好之功,來到楊宗寶面前高聲大喊 看,你是什麼人敢偷探我的青龍陣? 楊宗寶回答說 我乃是大宋朝前部正印先鋒官楊宗寶 今天奉了元帥之命來打你青龍陣 你是誰,快點報名受死 我乃是青龍陣陣主,蘇天堡 各位,天門陣裡面各個陣都有小陣主 這些小陣主都是由三村六國九溝十八寨派來的猛將 誰都不是那麼容易打的 你就拿蘇天堡來講 他是剛剛從遼國調過來的 這次他們兩兒子都來齊了 他的兒子是遼國的郡馬叫蘇何慶 蘇天堡、蘇何慶兩父子 帶領精兵兩千鎮守青龍陣 楊宗寶他們一入天門陣 總陣主就通知蘇天堡下令他出去迎戰 現在兩個人互通姓名之後 蘇天堡說 嘿嘿,楊小將軍 你嚴命長頂了 你摸摸一條頸 上面有多少個頭殼啊你 楊宗寶說,呀呀屁,看槍 講完,挺槍就刺 蘇天堡一橫大撼刀 狂聲向外一格 哎呀,這下厲害 震到楊宗寶的傷口痛得入心 這個時候他就生氣木桂英 他心想 哎呀,桂英,你真是想拿我的命嗎 我今天如果死在鎮內 你又做寡婦了,我看你怎麼辦 哈哈,這叫做自知死地而後生 楊宗寶一拼命 七分的本事就變成十足了 楊家的梅花槍確是神出鬼沒 啪啪啪幾個回合 將蘇天堡打到眼花撩亂 楊宗寶的槍在上面一硬 蘇天堡用刀向外一劈 楊宗寶的槍向旁邊一撥 趁營殺一個猛刺,只聽見一下 插醒蘇天堡的右鍋 我這槍插進去成轉幾身 鎖骨當場就碎了 碰到蘇天堡…一聲慘叫 一刻立馬逃回青龍鎮 他一邊跑進去一邊高聲大叫 快點叫附陣主出來 阿興呀阿興 乖仔入,快點為我報仇呀 他這樣捱 戰一元小將騎著一匹青棕馬 在一個吐蕃後面 好像旋風一樣衝出來 這一元小將 大概二十一二歲 瘦瘦高高 頭戴束髮紫金棺 身穿撞青色的戰袍 手執雙槍 他就是蘇天堡的兒子蘇何慶 他的妻子 那是蕭天座的女兒 叫做蕭艷秋 所以蘇何慶 是遼國當朝的棍馬 蘇何慶有勇有謀 他的雙槍得過高人傳授 現在他見到父親身上有血跡 他就連亡問 爹,你負了傷嗎? 乖兒子,我被楊東寶刺傷了 你快點上去 同日之保仇 好,爹你等著 人來,將爹扶到後面休息 衛兵連忙將蘇天堡附入陣內 蘇何慶帶領五百軍出 就吹馬出陣 剛好 這個時候,楊中寶要入陣 兩個人撞到正 蘇何慶報仇深切 首舉雙槍就打 楊中寶單槍回雙槍 兩個人乒乒乒乓打了十幾個回合 蘇何慶想 我又青龍鎮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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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百個人一齊來也不用怕他 我何必在這裡和他打得這麼浪費力 他將雙槍一仿 勒著戰馬叫,楊中寶 有本事你就入陣來 講完一揮手 五百名軍出 退回入陣內 楊中寶就忘了傷痛 他想明明是他不夠我打 講他這麼說話想嚇我 以為我不敢去 去 於是一邊戰馬隨後就追 那杜金鎬也跟進了陣 蘇何慶進了陣 他不是直接在裡面走 又走狐迎 一繞繞繞繞走 蘇何慶走到哪裡 楊中寶就追到哪裡 但是怎麼都追他不上 顧問,過了陣間 猛嚴尖陣內伏兵死 voiture 殺啊 活足楊中寶啊 sh нем櫻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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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戛固聲驚天動地 鼓鼓鼓鼓鼓鼓鼓 鼓ары 鼓鼓聲驚嚼 browse 楊中寶 Judith 楊中寶在陣內左衝右突 忽然間 覺得腳底一軟 連人帶馬就向下尋 楊中寶一看 在壁家坊連亡在勒姜城,但是來不及了,明天這麼嚇一聲,連人大馬跌落到陷阱 這個陷阱很深,底底還有一個尺寂深的石膚,人馬一下去,石膚反向下飛來,楊宗寶閉眼都閉不及了 杜金娥看到楊宗寶跌落陷阱,很害怕,他只是想指揮兵樽去營救 然後,靈遠頭一看,這兵就已經被營兵殺敗了,他想,糟了,忠寶被擒,我回去怎麼交差,我對不起元帥木桂英,更對不起老太君,急到杜金娥 瞪瞪瞪,是不得一刀自殺,啊,他忽然想起臨行的時候,木桂英給了一張字條他,現在只是危急了,就拿出來看,打開字條看, 上面寫著,青龍鎮的蘇河慶的母親,是當年杜馬關總兵夫人杜金香,那是你的蘇唐姐姐,你們姐妹見面之後,要勸蘇河慶歸行送辭 然後,杜金娥看完,很驚訝,原來我蘇唐姐姐在青龍鎮裡面,他就轉幽為喜,精神百倍 以為,各位會問,木桂英能知過去未來的嗎?不是,這件事是淫道安說給他聽的,不是他怎麼知道 這個時候,蘇河慶又要圈馬回頭,他想活足杜金娥,杜金娥說,將軍,我有件事要問問你 什麼事?你是不是蘇河慶?沒錯,你母親是不是叫做杜金香? 是啊,蘇河慶很奇怪,為什麼這個人會知道我媽的名字呢? 杜金娥又問,你母親是不是杜馬關的人? 是啊,杜金娥聽了淚如雨下,他對蘇河慶大聲說,河慶啊,我好兒生 我說,你阿姨,杜金娥啊,屁,你亂說,蘇河慶一槍就刺過去,杜金娥說,河慶,我不能跟你交手,我要見你媽媽,我們姊妹分別了很久了,說完,丟下把刀,跳進墊裡 蘇河慶,蘇河慶見到這樣,就吩咐遼兵綁起杜金娥 那些宋兵見到兩個主將都被擒,就吐吐吐吐逃出陣外 跟著蘇河慶就吩咐兵出,用撈勾把楊宗堡在陷阱裡勾上來綁繩,一起押去龍爪坡 龍爪坡那是蘇家父子練兵議事的地方,後面是他們住宿的帳幕, 蘇河慶來到大將,將楊宗堡和杜金娥綁在帳外,吩咐刀副手把他們兩個斬頭 杜金娥說,慢著,我不是怕死,就是怕你一時妄撞,以後一輩子都被人罵 你回去問問你媽媽,然後再殺都不遲 蘇河慶聽了半信半疑,他想了一會兒對刀副手說 等著再開刀,我去去後面 按照道理說,打仗就不准戴家眷,但這次遼國擺天門陣就不同了 事關擺陣三年,打陣一年,足足四年時間這麼長,所以允許大家眷來 蘇家父子將全家都帶齊來了,在大將後面圍起一個院落,分開兩邊 東邊是蘇天堡夫婦住,西邊是蘇河慶夫婦住,不過院落裡沒有建屋,還是搭帳篷住 現在蘇河慶來到母親門口,叫阿環進去稟告,老夫人叫兒子進去 蘇河慶走進去,見到母親面帶愁容,塞邊掛淚,以為媽媽因為父親受了傷難過 她走過禮說,媽,老夫人叫阿環搬張椅子坐,老夫人說 兒子,你今天出馬是跟誰交戰?媽,是楊宗寶,我父親被他刺了一槍,大敗回來 我出去引了楊宗寶入陣,跌了他到陷阱樹,讓我生琴糊捉 另外,我還捉到一名女將,我只是想將他們兩個殺死和阿姐報仇 不過,那女將口口聲聲說是我阿姨,她叫做杜金我 我就不辨真假,等回來請問媽媽,我是不是擁有親戚在宋朝那邊 老夫人聽到大驚失色,什麼呀,乖仔 你把楊家的七夫人杜金我捉到? 是啊,現在在哪裡? 放在障礙,小奴才,你真是膽大了,你 老夫人站起來,一伸手,啪,一巴就刮到蘇和慶書 蘇和慶說,媽媽,你怎麼這麼生氣? 我,難道道金我真是我的醫療?你有沒有告訴我,我不知道 媽媽,你別生氣了,我不貴為父親報仇心事才殺那兩個人 老夫人,老夫人淚如語下,她說,小奴才,你把親人當仇敵,反而認賊作父十八年 唉,我不如死了還好,說完,老夫人要找刀來自殺 蘇和慶出了名是個孝子,連王上前勸著媽媽,她對丫鬟說,快請爹來 老夫人,老夫人一聽說要請蘇天堡,就不哭,看那些仆人出去,關著門,她說,小奴才,你在我面前就不要提那個野獸 咦,爹,怎麼得罪你?小奴才,小奴才,可憐你二十一歲的人,都不知道你親生爹是誰,你殺父之仇到現在都未能報 小奴啊,蘇和我聽這番說話,臉紅起來的心跳,媽媽,你不要這麼大聲,我爹是誰? 唉,我說出來都沒用了,你現在是郡馬了,蕭太后你的姑媽,蕭天座是你外父, 唉,你現在已經家成業咒,我真的說都沒用了,今天,今天你問起,杜金鵝是不是你阿姨,才勾起我的往事? 如果不是,爹了一個套裏面,我都不會說,媽媽,真是急死我來了,你說明白我聽吧 乖兒子,我說出來,你能不能為你親生爹報仇呢? 媽媽,殺父之仇不共大天,只要你說清楚,我一定找到那個奸賊替父保仇 乖兒子,如果你真的做得到,媽媽就算死了,都會含笑九泉了 各位,這位老夫人姓杜叫做杜金鵝,她和七郎楊賢治的妻子杜金鵝,乃是疏堂姊妹 杜金鵝自小就父母死了,一直都在杜金鵝家裡長大 杜金鵝的父親,杜國賢、杜令公對待金鄉侄女,就好像親生女一樣 金鄉的年紀大過金鵝很多,嫁給杜馬關總兵何東博 開始的時候,兩家輸來信往,經常有消息 受到杜令公的被害,杜金鵝和母親離開了何東 從此之後,兩家亦沒有通書信 杜金鵝和丈夫何東博相親相愛,生了個兒子,叫名叫何慶 在何慶三歲那年,遼國進兵侵犯 蕭天鵝和蘇天堡帶兵攻打杜馬關 一開仗,蘇天堡就斬傷了何東博 何東博打敗回城,後來城池失守 蕭天堡和何東博在城內的大街大戰一輪,何東博帶雙營敵 結果被蕭天堡斬死 蕭天堡和蘇天堡帶人殺入總兵府,就把杜金鄉母子捉到 當時杜金鄉二十七八歲,生得挺漂亮的 蘇天堡見了他很喜歡,就把杜金鄉母子捉到軍營裏面 強迫杜金鄉和他成親 杜金鄉知道丈夫死了,自己本來想自殺 但想起三歲的何慶沒有人照料,就為了養大何慶 留回何家的軍族忍辱求生,和蘇天堡成了夫妻 蘇天堡此人性情暴烈,對待杜金鄉開口就鬧,伸手就打 不過又奇怪,蘇天堡對何慶很好,跟他改姓蘇, 杜金鄉在兒子的名前加姓,叫蘇何慶 各位,肉之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